大家好,歡迎收看另一集的Man on Wheels 今天就有點不同 大家留意一下,我的單車扶手是一個T-bar 今天我們踩爬山單車 現在我正在見面兩個朋友 一起出來踩越野單車 說回今天的題目 就是如果你只可以擁有一部單車 但是你又喜歡踩不同的地面 包括公路和越野當然 還偶爾走長途 我有一個好建議給大家 就是我今天這位朋友帶出來的全新的Graval Bike 這一部和市面上是有點不同的 我們一起看看 這一部是2022年版的GT Grade Carbon Pro Bike 是一部較為輕巧多元化的Graval Bike 它當中裡面還有幾個設計 令到它和其他單車比是很不同的 車架物料就是碳灰纖維 它的獨特設計就是在尾部這個位置 廠方就叫它做Triple Triangle 樣子不單止獨特 設計其實是做到避震的功效 它左右兩邊就有一條較為幼的支架 是碳纖維包著玻璃纖維做的 行走的時候它就可以壓縮20-25mm 就可以造成這個避震的功效 而它的前叉也是很特別的 就有這個可調教的前輪位置設計 讓你可以把前輪調教到57mm或者39mm 那廠方就說如果你調教到39mm 就可以令到單車更容易轉 就是敏感一點 轉向會 如果你前面就放了些袋子 例如水樽那些 放在前輪位置 就會令到單車重了 前面轉向就會比較遲到慢一點 那將前輪位置改到39mm 就可以令到它轉向快一點 就平均一點 這部單車就本身跟著很多不同的螺絲位 就可以讓你加些袋子 或者水壺 甚至乎擋維板都可以 這個groupset就是Altegra DI-2 這個電子變速 前鏈餅就是46-30mm 而後面飛輪就是11-34mm 油壓碟煞就必然的了 單車就跟一對WTB做的 旅製的車輪配搭 這個37mm無耐胎的爬山單車輪 前叉是超闊的 可以容納到42C的車輪 如果你想的 你甚至乎可以放些650B的車輪 跟車輪上去 真的可以跟爬山單車一模一樣 總重量就是9.3kg 不是太輕 如果你說跟普通的公路車比 但是如果你把這套鞭改為 碰鞭加上無耐胎的停胎 這個重量應該不會輸涉給 大部分的中等到高等的公路車 以上就是這部單車的資料 不用說了 它踩碎石路就一定出進了 至於走越野的路面情況 例如起伏較多的泥路、石路 不知道它又會 能否刺得到傳統的 有避震的爬山單車呢 我們看看如何 快點 快點 滑滑 右邊滑 滑滑 這條路不是很越野 也有一點起伏 跳了幾次 GT似乎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跟得到 現在我們回到大路 這裡比較平 今天也有很多人 好 我們回到單車徑 這條路是完全平的 雖然這條車是爬山 單車有紋的車 但是它也去得幾快 如果它真的換了公路車用的碳輪 加上一條平的車 我覺得它一定跟得到 大部分的公路車 極速就會反為輸蝕 我猜70kg 打後 它就分分鐘加不到 因為它本身的鏈柄是較為小的 我們這一個台 就一直都說開公路車 但是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偶爾都會踩下越野單車的 不知道你另一個老婆 或者老公是甚麼牌子 甚麼款式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分享一下 As always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訂閱 和按鈴鐺 今集就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 下次見 まぁ 下次見 I will 思еро , 到 調 找我 按 去 泡